一、人在失忆时最明白,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,不分彼此,轻如兄弟,甚至痛穿一条裤子,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,曾称兄道弟的好朋友去做事不管,落井下石,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,谁是无耻小人,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样交,二人在平静后最明白,生气过后才明白,气氛时所做的决定。 是多么的愚蠢,那被冰冷的话语,伤透的心再也不会为你而出动了,尤其面对家人时,人们总是怒言相对,对陌生人则刚好相反。 三、人在倒病后最明白,倒病一场后,他才会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,其他都在其次,人不在了,再多的物质也没有意义,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般的事情。 一场倒病后,就都看清,看透,看开了。 四、人在分开后才明白,明白当初说的决定的话,真的伤透了他的心。 但那些不应该犯了错,应该支持,相信他,才明白他的心已无力返回, 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,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,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,才明白两个人的心,要一起朝向同方向努力。 五、人在入狱后最明白,明白什么? 明白法律从不只是吓人道,明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,监狱饭不要钱却不好吃,明白善恶中有报。 在那些秀会官员,郎当入狱后才想明白我不缺吃不缺喝,要那么多钱干什么? 别把最好的时光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中。 六、人在失去后最明白,在失去后,才知道自愿而亲不戴,原来离我们这么近, 才知道遗憾的感觉不好受,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件事情,后悔,我们永远也做不到。 七、人在临终时最明白,人在临死的时候最明白,一切都不可挽回,一切都是过眼云烟,所以说,人只将死其言也善,就是这个道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